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邓宏说法节目 我是美国联邦律师邓宏 让我们知法说法 距离力争 在佛罗里的案子审判完了之后 大家都会知道 究竟12名陪审员是怎么样子 得到结果的 所以今天我想透过这个节目 跟大家解释一下子 在陪审员他们的想法是什么 一般很多时候 在陪审员做出裁决之后 法官会多谢陪审员 他们的服务 完了之后 他会允许陪审员 让辩护律师跟他们沟通 所以我们很多案子审完之后 我们一定会接触陪审员 问他下子 你觉得为什么哪些 你认为我们辩护律师 没有做对的地方 你的判决是怎么得来的 在这个案件 这个法官KHELP 他也是提醒陪审员 他说你可以主动的跟辩护律师 和公众的解释 但是的话真正的身份保密的话 要解密 是到这个10月份才会在判决之后 才会有这个才会让大家知道 这12名陪审员的真实身份 当然这个案件里边的话之后 大家都想知道 究竟这个陪审员怎么样子达成这个协议的 以后最后的话 这个判罚三项罪名的成立 Good Morning America 这个节目的边 邀请到了这位名叫做 这个Brandon Mitchell的这个陪审员 他是主动打电话给电视台说我可以接受采访 Brandon Mitchell 他这个他的代号的话是52号陪审员 他解说了当时他们审理的过程 他说当时在礼拜一做辩护律师 讲完之后再轮到这个检察官的结辩 结辩完了之后 大概已经下午两点多钟了 他们从法院的话 是安排到酒店里面去 到酒店以后 他们开始进行这个聚会 聚会里面他们办在会议室里面 围成了一个U型的 这样的一个位置安排 他们开始的话首先讨论 我们要不要一起在戴口罩来讨论 后来大家的同意 可以带出开口罩来讨论 所以的话出开口罩之后 大家就开始来自我介绍 因为在过去两个三个星期 他们在陪选陪审员的听证的时候 他们都是知道号码而已 不知道正式的名字 所以他们相互介绍 52号Brandon Mitchum 他就介绍 他是明尼收打州一个高中的足球教练 然后他当然可以看得出是黑人 在陪审员里面的话 有六名白人 四名黑人 还有两名是混血的 然后同时的话 他们介绍完了之后 他们说我们开始讨论哪一种方法 好一起从重的开始讨论 还是从轻的开始讨论 然后大家决定的话 从轻的开始讨论 就是三这个二级误杀罪 这个误杀罪里面 就是说有没有办法证实 但是沙文当时的话有疏忽行为 没有采取研究措施 违反了警察的方法 这个执行的方法 11名的陪审员认为这项罪名 误杀罪名成立 但是有一位白人女子 这个白人女士的话 她坚持死因不太敢确定 是不是有可能 沙文的波罗伊的支持 是因为她自己的话 有心脏病的问题 而不是因为压脖子的问题 所以后来的话 大家就11比1 没有办法达成共识 这种情况之下 已经是到了下午六七点钟了 这个他们安排吃饭 吃饭之后 他说好 那我们留到明天来讨论 这两项谋杀罪 以后的话 这个第三项的话 我们暂时放了不管 后来的话 他们就这个回去安排睡觉了 到了第二天早上九点多钟的时候 这个这个警敲门 他说以后叫大家止盒 又开始继续来开始研判 他们讨论的话是三级谋杀罪 这项罪名的话是有没有成立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的话 就是说他们最后经过几分的讨论 很多专用俗语 他们始终在讨论死因是什么 究竟是什么样的因素 而导致这个波罗伊德的死亡 最后经过大概是两个多小时的争辩 最后大概在11点半左右 这个12名一致认为 这个波罗伊德之死与沙文的动作有关系 就临当前一天 昨天前一天晚上的这个白人女子认为 这个死因有问题的 经过两个多小时三个小时的争辩之后 他也同意死因的话是因为波罗伊德 波罗伊德是被压脖子 压到了他九分二十九秒造成的 当然这个案子的话在最后死因判断成了之后 三级罪名成立 以后经过半个小时 他们达成了二级谋杀罪也成立 所以在12点钟以前基本上的话 三项罪名一致同意的话 这个部分已经是达成了 当然到了lunch hour的时候 大家的吃午餐的 他们决定的话 我们现在达成写已经达成了一致认为三项罪名成立 但是我们不要挤着去 所以等我们吃完饭的时候 我们再办手续 所以在吃完饭的时候 那时候大概在一点多钟 就通知停警 他说我们现在已经达成了一致的裁决 所以在两点钟之后 以后通知法院 法院的话马上将他们带 从酒店里面带回到法庭里面去 在两点五十分的时候宣布他们的决定 所以这个案件里面的话 主持人也问到的话 有几个重要的因素会不会影响的 他说第一个是你认为这个死因的话 是相信这个是辩方的专家还是检察官的专家 他们一致认为马丁 这个马丁 这个检方的肺部专家 Dr. Martin的话 他的可信度非常高 所以100%的话 他认为这个波罗医的知识 是因为了肺部缺氧 而导致脑部缺氧 然后真正缺氧的原因 是因为脖子被压住了 造成的 所以他说这个解说非常能够理解 也可信 所以的话他裁定这个死因的话是相信Dr. Martin的 另外一个他说 有没有因素的话 就是有没有其他证人会非常可信的 让你们觉得的话 警察这样子做不对的 他就讲了个Donald这个人 我们知道的话Donald Williams的话 他是他拍了 一直他是可以说是摔跤的 这个Marshall R无数专家 他一个是很可靠 另外还有一个黑人 McFarton McFarton的话 他已经是提醒 这个波罗医的不要 为了你的安全 不要跟他们应征了 以后的话 并且的话 后来又问沙文 你为什么这样子做呢 以后的话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 这个老人 他黑人 他自己的话 经历过跟警察打交道 他知道的话 跟警察不能够应来 而是说的话 他在证人台上也流下眼泪 所以他这个的话 核心度非常高 最后的话 主持人问Brandon 如果是这个你觉得 如果是沙文出来作证 会不会影响你的决定 他说 当然大部分的陪审员都在怀疑 为什么的话 过了沙文不出庭来作证 来解释自己为什么这样子做 所以这个部分 他说如果他出庭作证 能够解释这些行为 可能我们会听听他的解说 但是他没有出庭作证 所以对他们来说 这个也是他们认为 沙文有罪的重要的原因之一 当然这个案件的话 我们可以看得出 经过Brandon的解释 大概我们就明白 这个9分29秒的录像 还有Dr.Martin的证词 还有旁观者这些证词 还有沙文不出庭作证 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当初一个白人女子以后 她坚持持有怀疑 但是经过两个半小时的争议之后 她也是同样的决定 认为沙文三项罪名有罪 所以从陪审员这种研判的过程之中 我们可以看得出 他真正研判所需要的时间是五个小时 其中的话 在花上打招呼 还有讨论世界的东西的话 真正的讨论可能就只中在两个半小时 才能达成了这个决定 从整个案子看起来 我们可以看得出 Howful的最重要的就是录像带了 当然从目前来说 现在案子已经是落到检查 同时的话 有另外一个很重要一点的话 当时主持人也问到 他的弟弟 波罗伊德的弟弟出庭作证 有没有影响这个案件 他说当然有了 以后他让我累下 所以的话 他说作为一个黑人 我心同 我深深感觉到 我可以理解他家属的心情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就像陪审员的话 讲故事很重要 所以的话 波罗伊德的弟弟出庭作证 将一个已经死去的 波罗伊德带回了现实生活中 感动了很多这些陪审员 所以这个的话也是一样 我在节目刚开始这系列的时候 我们就讲的话是陪审团 就是要讲故事 讲故事讲好 同样的陪审员认为的话 他相信检察官将波罗伊德的故事 讲得非常好 他认为一定要有人为他的死负责任 当然他的裁决 陪审员的裁决 也会影响到另外三个警察的 这方面的裁决 最重要一点的话 现在黑号会面临很大的选择 虽然三项罪名成立 每一项罪名都可能会面临十年 二十五年四十年 但是按照 密尼收达州的法规的话 还有可能 透过假释官办公室会做出一个报告 看看的话 应该量刑在什么程度 所以的话 有可能这个案件里面的话 在目前根据法律界的估计 会在十二年到二十年之间 这个是比较合理的 不过的说最后的判决很有可能 还要一个半月之后才会有 还有决定 所以的话在这个过程之中 我们也会继续关切这个案件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会